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埃及检查总长巴拉凯特的坐车 在今天上午疑似遭到恐怖分子用炸弹攻击 巴拉凯特立刻被送往医院急救 而爆炸案造成了三人受伤 刚刚官方也宣布了巴拉凯特是急救无效 宣告死亡 您透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汽车经过焚烧 是焦黑一片 众人就在一旁围观 担任检查总长的坐车 正好行经开罗当地比较密集的住宅区 而爆炸时的威力是震碎了附近的房屋窗户 稍后有一个自称是 击杀人民反抗组织的反政府团体 声称是他们发动攻击的 但当局还在调查消息的真实性